Excel制作带有平均线的柱形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数据 均值以下的部分自动变成蓝色 均值以上的部分自动变成红色 开始制作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有三部分构成 均值以下的部分 均值以上的部分 还有这一条平均线 所以呢我们需要构造三个辅助列 第一个辅助列 我们来构造这一条平均线 我们使用Average函数 来构造平均值等于Average 选择销售业绩这个区域 助力这也要使用绝对引用 按F4键可以直接切换成绝对引用 然后把公式往下拖动 这样我们就构造出了 这条线的原数据 然后我们来构造第二个辅助列 均值以下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均值以下的部分呢 如果销售业绩是大于平均值的 那么均值以下的部分 它的最高点就是到这个均值 如果呢是小于它 那么就是这个销售业绩本身 所以这里我们使用一个if函数来构造 输入公式等于if 如果销售业绩大于平均值 那么我们就给它放一个平均值上去 反之呢我们就把销售业绩放上去 把这个公式往下拉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构造第二个辅助列 均值以上的部分 均值以上的部分 如果是销售业绩小于均值的 那么就是没有数据的 如果是大于它 那么就是用我们的销售业绩减去均值 也是使用if函数等于if 销售业绩大于平均值 如果它大于它呢 我们就用销售业绩减去均值 反之就给它一个NA的一个凑值 下面我们来开始绘制 选中姓名和三个辅助链 插入一个堆积柱形图 然后呢鼠标右键 选中图表区域 更改系列图表类型 把平均值改成折线图确定 这样子雏形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两端 它没有到这两边不真好看 所以我们改造一下 选中这条折线图格式 形状轮廓 选择无轮廓 然后给它添加一条趋势线 选中这条趋势线 随便右键 设置趋势线格式 我们给它前后 各加0.5个周期 再调整一下它的格式 出细设置为2.25半 然后呢线形 调成实现 变成红色 这样子我们整个图表 基本上就做好了 最后对这个图表 进行简单的美化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关注XR竞争技巧 获取更多使用技能 谢谢大家观看